我第一天來露營的時候 大家換衣服 裡面明明就有更衣間 他不進去換 我們老了沒有關係 我真的要脫的那一剎那 他的身上就好幾塊 那你說我脫得下去嗎 其實我也有 你看那衣服都裂開了 純粹不是胖 就是胸肌大腿 我老婆都說我像古天樂 像古天樂的服飾 欸 兩帥一美 你是說 我們現在有四個人耶 兩帥一美那的 我是寵物喔 我是寵物你 你是神奇寶貝啊 沒有 PikaP Pik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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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 他們說我們太大聲 裡面沒有辦法錄 這中間的狼 對不起喔 給他導播出來罵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正好在這邊 憋不到時候到 我們要再一次囉 噓 他們說 微笑漏牙眼 床上膠不頂 所以我每次講完這句話 所有的女演員看到我笑都是這樣 不要笑太開 太多了 今天要熱烈的歡迎 就行得正常 修了大概八個月 看到小媽好可愛 哈哈哈 跟大家介紹一個普隆公 我可愛的妹妹 晚安 我們有Line嗎 沒有 你們感情這麼不好嗎 感情很差 到底有沒有要理我 什麼 我有啊 我有看到你修的啊 妳要看我妹是不是塞性的 傲嬌 傲嬌 一段感情不是很好 還要在一起演兄妹 你知道那有多痛苦 超佳 其實我最近已經帶一群小朋友了嗎 對就是一群小朋友所以很可愛 然後晚上我就在帳篷裡面講鬼東西 然後把妹妹就瞎哭了 那人家正常 正常那個男生那是兩億金子 我們爸應該有六億 聽說阿拉伯人就是六億金子 這是我是真的 那個網路上有信 我在比較前面 所以我都比較吃虧 那個新來的朋友 你們說一個新來的朋友帥嘛 好不好 用叫 不是金鳥樹 已經不是金鳥樹了 金鳥樹的時候88公斤 現在沒有那麼 那麼放 我們在這邊其實等的時間會比 拍的時間長 編劇每一天要想一個電影的時間的故事 給你們大家 他們也很幸福 超過一步地 對不對 兩個伴嘛 現在電影很可怕耶 那很累的耶 那邵強來了 最帥的邵強呢 都給你笑就好啦 最帥的邵強 我第一天來錄影的時候 我們大家換衣服 裡面明明就有分衣間 他不進去換 他就外面脫衣服 我本來也要在外面脫衣服 沒了他年輕人 年輕人就是應該照顧自己的身體跟形象 我們老了沒有關係 我正要脫的年影剎那 他的身上就好幾塊 那你說我脫得下去嗎 我們身上也好幾塊 都是不要管 你看看 你看看他的胸肌 其實我也有 你看看衣服都裂開了 純粹不是胖 就是胸肌啦 哈哈哈哈 好多了吧 你就好多了吧 你看他 你看 你看 腫起來了 不是 蛇屌 這叫蛇屌 他本來 要跟李小龍致敬的 包一個這麼大的 大拇指還可以這樣 對 然後這個 好可愛 他就換你 哈哈 他的 他的身材其實跟李小龍差不多 都是屬精壯型 然後那天下水他真的很辛苦 因為身上沒有任何的脂肪 我們不會沉下去耶 因為我們脂肪多 我們都是浮起來的 尤其七天以後浮起來就是浮屍了 哈哈哈哈 我老婆都說我像古天樂 像古天樂的浮屍 就是在水裡泡很久又起來又連腫的那一種 欸 兩帥一美 你是說 我們現在有四個人耶 哈哈哈哈 兩帥一美 那那個 我是寵物喔 哈哈哈哈 我是寵物你 你是神奇寶貝啊 對喔 你是神奇寶貝 PikaPikaPikaChu 冠霖哥第一帥 邵強第二帥 然後呢 來後面打完 後面打完 三帥的很好 很好 終於有人說我沒了 你很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以前那時候都是對於 就比較吸引那個濕奶啊那種 邵強沒有 他齁他從八十歲的老奶奶 到八個月的小孩都喜歡看他 他確定耶 對他都喜歡看他 那我們剛剛那個比較 覺得自己TOKAYA的已經跑走了 嘲諷TOKAYA 你自己的心裡對他有什麼 什麼評斷 評斷 你這麼的愛他 他居然背叛了你 其實感情是兩個人的事 你一定有哪方面做的他不輸 不是做的他不開心 不滿足 所以不是心靈上的問題 應該是生理上的問題 女孩子買鞋的時候 試鞋的時候要試很久 對不對 一雙鞋陪伴你頂多幾年 然後你都要試這麼久了 這個一輩子的終身煞事 賽事不會了 是很痛苦的 你看根本都不講話 我聊這個他們根本聊不下去 哈哈哈哈 為什麼紅標啊 欸人家想陳冠林超帥 陳冠林已經帥到這個程度了 他已經不再問人家說他帥了 所以 我們都尊稱他為老師 你知道嗎 我們都會叫他冠林老師 冠林老師 陳老師不好聽一定要叫冠林老師 哈哈哈哈哈哈 不好聽不好聽 陳老師 哈哈哈哈 沒有李彥就不好看了 李彥算什麼東西 哈哈哈 欸 那個位置他站太久了是不是 你看一下燕燕他自己有自己的事情 他自己有事 是每個人那個人生的階段都不同 想要做的事情都不同 那但是 喜歡燕燕的人別忘了 你們上來看 他有一天會出現 哪一天我不知道 預估是 明年的4月31 他應該就出現 4月31 他會出現 對 那個4月沒有31 他五波163 他好漂亮喔 對啊 都給他漂亮就好 你從鏡頭看 覺得他漂亮 但是你看到本人 嗯 我跟你講 妳絕美 絕美 好像仙女下班一樣 對不對 要不是那個古代的時裝 那個台灣已經神少的故事了 他故事就像仙女下班 就像那個如來佛祖那個 等星纏繞在一起 好 只是蝦 蝦跟青蝦 我站在那個 邵強的雙腿上面 你知道嗎 我真的很怕把他 踩到黑青啊 煙灰啊 然後回去以後 回去以後 不要說被那個 另外一半的 被爸媽看到我都覺得不好意思 因為身體滑乎 瘦之呼 邵翔怎麼看就是帥 那要我幹嘛 你們聊吧 看邵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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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去東南亞都知道 是現東南亞地區的意思 就知道現在新人有多麼的心機重 他剛剛站在我後面以外 還把我往前推 你看我的臉有多大 合照囉 有沒有 有沒有 他們說我們太大聲裡面沒有辦法錄你 對不起喔 不好意思喔 我們經常不是這樣的 不要導播出來罵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就好在那邊邊 他們都收到 我們要再一次囉 有沒有 出來罵了 所以我們要小聲音 親愛的老婆答案 我不想回家跪算來 我去接一下電話 我們這邊的跟你們的直播區 跟男人錄影區 非常的接近 你們是有一手大聲接近嗎 剛剛其實我看到 我叫一電話去 聽到 問到 謝謝 趕快去整容 家寶來了 家寶 家寶雖然穿著睡衣 還是抵擋不住他的帥氣 我稍微讓開一點 就看到 如此宏偉 雄壯 對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老人家有一句 看人家面容 就可以知道 我們人家的習性 他們說 微笑漏牙影 床上膠不停 所以我每次講完這句話 所有的女演員看到我笑都是這樣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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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笑太太看漏牙影 不要笑太太看漏牙影 人家補充是這樣 你是這樣 哈哈哈哈 哈哈 趴錢趴錢趴錢 趴錢 這沒有NCC 這是 我才剛進來第二天 我就保收驚嚇 阿里你知道他們對我有多出產嗎 掰掰 我要去上班了各位 你看到人這樣的 自己開直播然後是我在這邊聊天 對不對 珍珍我們第一次認識她第一次合作 所以我不可以對她這麼的嚴苛 把所有東西都 我怕她那個一下子腦子都裝一些奇怪的東西